大家好 我是體育演藝人出版界的候選人周俊輝 我先回答小先生的問題 昨天我去了症狀 但因為我沒有特地去握手 我覺得這件事 我很想他不是和選舉混為一談 所以我沒有特地去握手 你也看到梁振英的手握手 我們公公對著他 先講一下立場 我們回答一些問題 言論自由和資訊自由 在公民社會來說是一個基礎 尤其是我們文化界的參選人 對於文化的發展也是很重要的基石 我們看到尤其是今天 在這個互聯網的世界裏面 其實我們已經開拓了很多 一些非官方或者非商業的物件空間 在網上 網絡也和傳統的媒體不同 傳統的媒體來說 可能有些特定的方法 特定的播放的方式 又或者特定的慣性 可能我們經常會聽到 有些慣性收視 或者強迫性的收視 以往網絡來說 他是有高度的選擇權 就這樣來看 所以我會說 在未來 尤其是對言論或者對資訊 這幾方面 應該用一個最開闊的尺度 作為一個政策的準則 這次我們回答這份獨立媒體的問卷 其實就是選舉的候選人 對言論和資訊自由的態度的回應 例如在廢除公民組別 我是在政綱一開始 覺得要廢除 對於普選特首和檔案法的定立 我早就寫了在政綱裡面 然後新聞自由我是非常關心的 尤其是我們現在坐在這裡 獨立媒體 我們之前有幾個挑言大漢 進來偷襲 接著又有記者 因為國家主席 提物君吻祿祀事件 而被驅趕 我們看到梁振英的政府 很多時候 他選擇性地邀請傳媒採訪 這些很多很多對職的事件 我會視之為 香港新聞自由的一個倒退 如果沒有資訊《自由法》 或者是一些更加積極保障新聞自由的法案 我們是會被這些行政手段侵蝕了我們的新聞自由 接著我想說一說任審和版權條例的修訂 版權條例我想如果熟悉我的朋友都見到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這個問題 我簡單地說兩句 我覺得之前的討論都是在商會上的想法 就是版權持有人帶來的經濟效益 而如果侵權的話會不會令他們有經濟損失 其實我們覺得是應該打盜版 但在之前的討論中 為何不能將二次創作去刑集出變呢 是不是之前的討論只是顧著商會的經濟利益 而完全獲視了創作的自由呢 另外任審我是支持人權監察提出的 要評定一些 等是不是淫蝕或者不假的時候 應該加入學術文學創作 政治表達和其他言論自由等等的條文 最好想提及開放大氣碟波 剛才我也說到 其實因為網絡的關係和大氣碟波的關係 我們現在的模式是在轉變的 我們的聽眾或者我們的讀者 會有更多的選擇 其實這些其實是提供生存空間 給一些我們叫做小眾的趣味 什麼是小眾的趣味呢 比如我說偽便這樣 評論一幅畫 你很難在這些主流傳媒裡面 看到這些文化資訊 但其實這些大氣碟波或者網絡上的流傳 是幫助這些所謂小眾的趣味得到生存空間 而且在網上的電台又或者視像新聞等等 其實它的發展已經非常成熟了 為什麼不可以開放這個大氣碟波 也都降低這個營運的門檻 令到這個社會更加多元的發展 尤其是我們所謂的小眾 一些弱勢的社群和不同的族群 其實都很需要這些空間 來作出他們的發表 我想我的回應到這裡